莫关说电影角度很新颖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部恐怖短剧探灵档案 影片的女主吴欣自从经过港湾广场后就有些糊涂 明明是四个人却看到五个人的影子 总是会想到自己死去的父亲 而且听说去国内里被选中的人都会面临死亡 在极大的心理压力下 他求助了已经金盆棋手的盲点侦探陈伯涵 虽然他拒绝了无心 但却按店里调查此事 同时又有三个人有同样的问题找到了他 有些蹊跷 火锅店老板从厨师升职 靠着他的独家秘方活得不行 但却总是从餐桌上看到婴儿的手 潘元明是一名学校老师 对待学生超苛刻 学生都不喜欢他 他也总是遭到陌生男子毒打 记者莫小琪换了一个又一个的男朋友 是一个十足的白金女 但却总是有一个男人骚扰他 他们纷纷向陈伯涵求助 陈伯涵和朋友朱宇晨展开调查 发现他们都去过港湾广场 他决定自己去看看 结果后来自己也出现了幻觉 通过调查发现了其中的秘密 原来09年港湾广场建立了高塔 周围的建筑也建成了高塔 就形成了一个磁场 而人体本身是若磁场员 就会干扰人体形成幻觉 这几个人看到的都是自己的心魔 无心爸爸被人陷害跳楼自杀 是他的心理阴影 火锅店老板添加化学药品到火锅中 导致孕妇流产 而莫小琪因为看莫虚荣 使得有人坐牢 怕月明殴打辱骂学生 而当年陈伯涵不小心致使无心父亲跳楼 这件事情就构成了灵异事件 所以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 是莫名其妙无限的 总是在冥冥之中有注定 好了看了电影就是我的人 点赞加关注 梦关的女生高速 我们下期再见